本屆金曲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部分 入围的包含金曲常客孙盛希 还有9M88 以及两位中国歌手苏运营 袁雅维 以及已经拿过金曲歌后的杨乃文 他这次找来十组乐团 打造了十首歌曲 诚意实力百分百 也让他一举入围了八项大奖 外面歌后的呼声很高 不止歌声动人心魄 NB美学也相当用心 视觉听觉完美碰撞 摇滚谬思杨乃文 这回有备而来 杨乃文这次专辑十首歌 找来十组乐团加持 每首歌都兼具独立与流行性 一举入围本届金曲奖 最佳华语女歌手 最佳华语专辑年度歌曲等八大奖项 获奖护身高 我还蛮平常心的啊 可是心里没那么重 感觉最良好的是说 好像有参与一个工作的人 从哪一个方向去的话 都有被停到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其实蛮开心的 那至于哪一项 比较想得的话 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问吧 对啊 就是全部 杨乃文霸气喊要一网打尽 有望看到他 睽闻二十多年后 再摘下歌后宝座 不过他又先打败这些强劲对手 他与放客滑流情歌 9M88整张专辑不受语言框架 主题构竟专辑名称 把想讲的全部放进专辑里 首度角逐金曲歌后的他 第一时间就想起歌迷们 而同样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 孙盛熙实力不容小觑 需要你倾听 我只需要你 Inverse me please The incomplete No fragile Paralyze me 就是I开头的 N开头的 F开头的 P开头的 对 都是有点脆弱 有点慌张那种词 歌词里面我藏了一个藏头诗 一开场的小细节就巧思满满 这是孙盛熙第三次 入围金曲华语歌后 而他从韩国来台 追逐音乐梦已经超过十年 到现在我的文法还是蛮怪的 这十年多的时间 对刚好今年其实是我出道的第十年 然后来到台湾的十三年 对 所以 蛮有意义的 对我来说这次的入围 真的很感谢 不只是对自己的鼓励 这回有不少人看好孙盛熙拿下歌后 另外入围者还有两位中国歌手 苏玉银和袁雅维 也有不少拥护者 五位实力拍歌手 究竟谁有机会登上华语歌后宝座 让人拭目以待 就算让华诚成台语歌的哦 这次的入围者有机会登上华语歌后宝庭的语歌后宝庭